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PETRON NAS Pre-MAX 95 富含Pro Drive 不好意思 什么车啊 这样 这个啊 最新的 随跟敌冠合 哦 最新的啊 用什么软件 哦 呃 DSG 在10年前 Walksaker就重归我国市场 当时他们是以Golf GTI 来打响名号 主打性能 还有他们的DSG双离合变速箱 当时啊 我还记得我们的小小编 还有跟Walksaker 们就想 BRO 不能拉你 你每天主打0-100 0-100 马来西亚人真的是会跟你一直0-100的 那后来因为DSG的特性 在我国啊 就适应不到他们我们这里的环境 以及气候 加上我们的开车特性也 不大一样啦 所以就传出了一些灾情 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当时因为他们的Sales太快 然后原厂的Service Center handle不到这么多车子 也因此就让马来西亚人出现了 Volkswagen 的车子不耐 很多问题 然后很容易坏的坏印象 但其实近几年来呢 Volkswagen Malaysia 他们其实是有在采取一些措施的 也因此在近几年来 我们可以听到的是 Volkswagen 的车子 并发率是降低了许多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试驾的 就是采用Wet Clutch 四式双离合变速箱的 Volkswagen T管 今天我们试驾的其实是T1的Join版本 这个版本在我国的售价为 175,990 令吉 那这个版本在外形上呢 首先车头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保险感下方多了这个银色示板的设计 多了一丝休闲风格 但我个人是觉得如果原厂可以导入外国的 R-Line 空力套件的话会更加的好 因为它长得比较帅一点 那其实这个 T1 Joy 呢 它是和 T1 High Line 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看到在头灯它是有导入全套的 LED 头灯 那这个头灯呢还具备了水动转向的功能 这个功能在同级之中就算是比较厉害的啦 在车车部分呢 T1 Joy 它多了这个 Side Step 然后在前方的一支板呢 也是多了这个 Joy 的链子 强调它的身份 不过这个链子咧 我觉得可以再链好一点啦 轮圈部分 它和其他的 T1 版本是一样的 也采用个 18 寸的轮圈 搭配 Hancock 的 Ventus S1 Evo SUV 轮胎 这个轮胎的尺寸为 235 55 R18 在车尾部分 其实这个 T1 Joy 和普通版本是大同小异的 它只是多了这个铝制的四板设计 而尾灯组呢也是导入了 Volkswagen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它的内部细节非常的漂亮 夜间辨识度也非常的高 有一点我想说的是 T1 的这个倒车摄像头呢 它是具备喷水功能的 也就是说当你镜头弄张时 你只需要启动尾方雨刷的这个喷水功能 它就会连同后挡风镜以及镜头一起清洗 这个功能相当的方便 也很实用 第一罐的引擎盖是被有油压顶杆的 所以打开它相当的方便 躺在引擎室里面 这一具引擎是 1.4L TSI 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它的最大马力表现为 150 PS 峰值扭力则是 250 Nm 并搭配六速的 四式 DSG 双离合变速箱 这个动力组合在这台车身上它的 0-100 加速表现为 8.9 秒 以一台 SUV 来说这样的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 但是相比同级对手的话 它的表现就可能稍微逊色了一些 和许多 C7 SUV 一样 T1 它支援电动尾门 但是它并不具备脚踢式的操作 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子打开 打开尾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箱容量达到了 615 公升 那我在里面就放了两个 Hand Carry 的行李 以及一个中型的行李箱 看起来似乎没有 615 公升的感觉啦 但是 T1 它的这一片板呢 其实是可以拆下来的 在拆下来过后 你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东西了 如果这样还不够的话 你只需要拉一拉这个拉柄 第二排的座椅就会倒下 非常的方便 也可以容纳更多的东西 在内装部分呢 T1 也是采用了德系车一贯的这个精简式设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仪表板啊 设计非常的简单 但是质感上 大量的软塑胶 然后整个组装的品质也是非常的好 这也是德系车一贯的一个水准 在质感的呈现上 我觉得它是和 CX-5 比得过的 然后整台车呢 其实也很多的植物空间 像是这一边 然后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收纳格 扶手箱 甚至连上方 这里它都有一个植物格 相当的贴心 那在配备部分 T1 也是相当的丰富 我们先说比较厉害啦 这个前方的全液晶显示 仪表盘 完全的数码化 而且可以更换四种界面 以及这个8寸的多媒体 资讯娱乐主机 是最新的一个系统 也支援Apple Cafe 操作 所以你只需要将这个Cable 接上你的电话 你就能通过这个主机 来操作你电话上的功能 像是Waze 啊 Spotify 等等 非常的方便 那其余呢 像是电子手刹 Auto Hold 功能 然后这个实际座 有这个电动调整的功能 以及具备记忆功能 多功能方向盘 但是可惜的是 它并没有这个彩色的 抬头显示器 至于在安全配备部分 基本的安全功能啊 T1 是很完整的 但是在先进主动式安全功能 这个部分呢 哎呀 这边就比较缺乏了 不过我觉得T1 它还有一个卖点 相当的不错 这个我觉得 开SUV 的妈妈们 应该会很激欢 那就是被称为 Sight Parking Assist 的 停车辅助功能 这个功能呢 你只需要启动它 它就会自行 侦测到这个停车格 然后你只需要跟着它的指令操作 你控制这个刹车踏板就行了 它会自行调整方向盘 然后自行把这个车 停进这个停车格里面 非常的方便 D1 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它的这个 车门门槛设计非常的低 也因此更加方便 老人家和小孩子上车 而且这个D1 Joint 呢 它还多了Sight Step 更加的好用 后座部分呢 绝对是踢关的其中一个强项 从镜头可以看到 它的空间感部分 其实和前座一样 就是非常的足够 让你营造出一种很宽阔的感觉 那在空间表现部分 腿部方面 前方是我的标准坐姿 我的身高是168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腿部空间表现 足足有接近三个拳头的距离 非常的足够 那因为它是一台正宗的SUV 所以它也具备了车身高的优点 也因此 中间的乘客 尽管中间有这个 中央枢纽纽的设计 但是 我现在坐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我还是觉得很舒服的 这个脚放的也是非常的舒服 那在座椅设计部分呢 D1它是使用了典型的 欧系车的设计 所以它的这个座椅 支撑性非常的好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点偏硬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在做长途之下 它可以提供到你一个很完整的支撑 而且这个椅背还可以进行调整 加上它还有这个 山区的很稳空调系统 这个后方的冷气出风口呢 是可以调整温度的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 就是这个桌台的设计 你只要将它折上来 然后旁边还有这个背架 完全是坐飞机的感觉 这个空间表现甚至是比坐AA还好 完全是一台适合做长途旅行的SUV 那D1也不忘照顾家庭的需求 所以在后方的这个座椅部分呢 它其实是被有两个 Isofix 的儿童安全依扣的 你要载你的小孩放baby 是完全不是问题 现在就让我列出 D1J有什么优点 很有科技感的内装 这一点我个人觉得 它甚至比BMW X1还要good 这个荧幕很高清的主机 还有CD功能 你的阿公阿嬷想要听CD? 没有问题 皮革座椅很舒服 而且内装的设计和配置 很family friendly 你的家人应该会很爱你 全车超级多的植物空间 就连这种意想不到的地方 它都有植物格 搭载Bug Assist 停车辅助功能 对于停车没有信心 没关系 T1这个功能绝对帮得到你 那T1J的缺点又有哪一些呢? 尾箱的高度似乎有点不足 驾驶座的座椅有电动调整 甚至是记忆功能 但是副驾驶座 Hello? 少了先进主动式安全功能 就连忙点侦测都没有 我们先说一说T1J的动力表现 它搭载的这具1.4L TSI涡轮遮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150PS 峰值扭力则是250Nm 并搭配6速的44双离合变速箱 这一个动力组合它的加速表现 和我之前开的那台Pasar Elegance 一样 就是整体感觉比较平速 比较温馴的感觉 和我的Jetta Twin Charge 相比 就少了一份激情 套一句普通人讲的话来讲 就是没有那么的冲得了 一开始我是很不习惯的 可是在这几年这样开下来 我发现这样的一个特性反正有一个优点 以往我开着我的Jetta 载人出门的时候 尤其是车内有长辈的时候 在那种比较蜿蜒的路段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必须很专心的去控制那油门的力道 以确保那个冲得冲得的感觉 不会让车内的乘客 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 但这台T1呢 我前几年刚好也是有出远门 然后车内也是载满人 也是有使用旧路 就是那种比较蜿蜒的路段 结果车内的乘客 玩电话的玩电话 睡着的睡着 起来过后来跟我讲 哇这台车很舒服 而身为司机的我 其实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去 刻意去玩那个油门 我只是这样子顺顺开而已 可见这样的一个特性啊 其实对于乘坐的舒适方面 是有帮助的 而这样的一个特性也正好适合 敌关这台车 因为敌关其实就是一台家庭SUV 尤其是在塞车路 像我现在这种塞车路段的时候 它这样一个比较平顺的加速表现 反而更加的舒服 相比之下我的Jetta 起步表现就有点过于激进了 在这样的路段下 但是这个动力组合 有一点我不喜欢的 就是它的起步方面 有一点稍微太过笨重了 它的那个Turbo Line 蛮明显的 大概接近2000转的时候 它才介入 然后就有一个贴背杆 在这之前呢 它是有一段空窗期的 有时候在出路口的时候 我会稍微有点信心不足 就可能我出路口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不够力 有点踩大一点油门 可是这个时候 Turbo 又 kick in 了 结果那个加速感就突然而来 我就有试过有几次 有吓到车内的乘客啦 那除此之外 我觉得整体而言 它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一个比较顺的调校 就少了以往TSI加DSG 这个方形组合 那种好玩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 因为你只需要身材油门 那感觉稍微就有点回来了 又或者是你可以换去S档 这个动力组合就会稍微 比较激进一点 而且这台车还被有换挡拨片 我这几天在开着这台车 很多时候需要超车的时候 其实我都是使用D档 然后直接换挡拨片降档 那个澎湃的加速感马上就回来了 相比起其他日系对手 D档它在加速感方面 它还是比较爽的那一台的 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 这台车很鬼神油喔 我这几天开着它啊 用我这个练了十多年的 黄金X-Mod 右脚来开着它 我说拿到一个真实油耗数据 我去添油添满它 然后再算出来的一个成绩啊 是9.7L和100公里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成绩 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啦 不要忘记我是用我的S-Mod 脚来开喔 如果我顺顺这样子开的话 我相信要达到原厂宣称的那个6.7L 可能6.7L 达不到啦 我觉得7L 8L 应该很轻松就可以达到了 6速 14 双离合它的好处就是 它有多了液体来包括它的硬件 整体耐用度会比7速干式来得好 尤其是在遇到这种走走停停的路段的时候 就算它频密在1号档和2号档切换 它也没有那么容易过热 至于在底盘表现部分 低光它所搭载的这个MQB 平台 拥有高杠性以及轻量化的特性 而也让这台车的车重只有1450公斤 它竟然在同级当中是第二轻的那一位 这点我蛮surprise啦 因为通常欧席车给人的印象就是通常是会比较重 OK那收回MQB 这个MQB 它的好处就是它的刚性很高 我开着这台车我可以很明显感受到 这台车是很扎实的 整个底盘包括车体 都是很一体的感觉 就算它的这个悬吊很明显它的调校是偏软 为了照顾舒适而偏软 但是这台车其实并没有什么body roll 整台车是很稳定的感觉 这对于操控方面也是有帮助的 我在过这个弯的时候啊 因为它的车体很结实 所以它其实是hold得到这台车的 那个body roll也不会很明显 只不过这台车是因为它是全驱车 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种推头的感觉啦 还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 虽然这台D1 它是一台正宗的SUV 但是这几年开下来我觉得 不知道是MQB 的关系 还是可能工程师他们设计的关系啦 我觉得这台车的重型蛮低的 开起来感觉上反而比较像Crossover多一些 这样就带来一个更出色的操控表现了 那虽然它这个方向盘的指向 并没有像CX-5那样精准 而且Voxwagon 为了兼顾到这个全面性啦 在开慢的时候这个方向盘其实是很轻的 但是开快的时候还是可以给到你足够的手感啦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设定 并没有影响到这台车的操控热气 我开着它我还是觉得这台车还是蛮好开的感觉 它其实它给的那个feedback 给的回馈蛮清晰的 但是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性呢 而影响到这台车的舒适性 尤其是好像我现在过黄线的时候啊 那个感觉是那种 这样子吸震的 也因此啊这样的一个组合之下 我觉得这台车就有成功做到全方位了 它可以给到你很足够的舒服 但是 身为设计的你需要激情驾驶的时候 它又可以给到你足够的信心 这一点我觉得蛮难得的啦 尤其是这个底盘 其实这个底盘呢它给的feedback 很足够 它可以把路面上所有的细节都传回到这个方向盘 这也是德系车一贯拥有的一个优势优点 对我而言啊 D1 是一台比较全面 比较全方位的一台车 它在给你一个很足够 甚至可以用记忆型来形容的动力表现之余 它又可以给你很出色的油耗表现 然后在驾驶方面呢 它又可以兼顾到司机和乘客 在给到司机足够的Fun Factor之余 它又可以给乘客很舒服的一个乘坐表现 加上这台车的NVH 方面呢 完全是德系的水准 无论是隔音表现还是震动一致的 我觉得唯一可以和它相比的日系对手只有CX5 然后相比起它的Premium 的德系对手 我觉得在这方面它也不会驯车太多 这一点呢我觉得迪观纳德国味十足的底盘表现 就真的是应激一共的 很多人都说买大车的人 并不会去在意耗油量 其实也不然 因为许多能够负担得起这类车款的车主啊 他们曾经过过苦日子 然后有了一些成就过后 开始过好生活 他们就会去在意这个油耗表现了 不是他们给不起 而是他们不想去浪费这种钱 那在这一个层面上 迪观就占有优势了 因为它的1.4L 小排量涡轮引擎 拥有6.7L 100km 的出色油耗表现 那同时它也因为它的1.4L 它在ROTEX 方面也占有优势 很多人到现在还是对DSG 有意见 那我们有时候在报导 Warswegan 的新闻的时候 也是会招来攻击 其实身为车媒的我们必须保持专业 我本身也是Warswegan 车主 我知道你们的tong 那其实双离合在许多品牌上 也是传出灾情 很多车厂也开始知道 在这类的环境和气候下 以及像我们这类的用车习惯下 双离合是会产生问题的 因此他们就为这具变速箱进行载调校 将它调校成一个比较柔顺的设定 来保护牙香 像我本身的Jetta在Update TCO过后 相比起以前就少了一份激情 而且 Volkswagen 近期的新车 也开始卖向舒适化 但是在舒服之余 它还是维持了底盘扎实的优点 虽然说底盘好 可是在配备方面 踢罐它就不如一些日系对手了 尤其是在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缺席这一块就真的是 嗯 除此之外 我觉得 Volkswagen 在售后服务方面 也是必须再加一把劲 今天以不到20万的令吉 购买这一台德系SUV 究竟值得与否 我觉得这还是要看你自己的考量 今天我们这个测试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是小明小编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接下来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影片 大家就千万别错过了 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 Petronas Premax 95 富含ProDrive